四川一个大娘抓了五只壁虎来当药材 万万没想到居然被判了四年牢狱之灾 而且还得被罚款 这抓壁虎居然还能被判了刑 这么严重吗 事情就发生在四川的一个山村 村里人都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 村里人都是其乐融融的 突然有一天 村里的张大娘被警察上门抓走了 村里人纷纷出来看热闹 大家看着张大娘被押进了警车里 然后被带走了 警察走后 大家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张大娘到底犯了什么事了 此时一个人站出来 说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张大娘如今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她从小就开始下地干活 年纪轻轻的时候 身体就累得没了一个形体 而且还落下了一身的疾病 如今天气一旦有个变化 张大娘的这腰腿就开始疼痛 而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张大娘的子女都要带她去城里的医院看一看 可是张大娘死活不同意 她怕花钱 为了不花钱 张大娘找到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这位赤脚医生也熟知村里人不想花钱的小毛病 所以有一些土方子 赤脚医生给了张大娘一个方子 上面写着用壁虎入药 可以有效缓解身体劳损带来的危害 张大娘带着这张方子喜滋滋的回家了 当天就开始了抓壁虎的行动 大娘回家就开始抓壁虎 抓了好几天后 身体不见好 警察却找上门来 张大娘回家之后 当天就开始抓壁虎了 因为地处农村 所以壁虎这种东西还是很常见的 当天晚上就抓了五只 随后照着方子做成了药 就这么几天后 张大娘没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好转 反而是这壁虎越抓越多 不过毕竟是不花钱的东西 就算是没用 也当个零食吃 于是张大娘就这么继续了 但是这壁虎制药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张大娘就被抓了 那天她正在用壁虎做药 刚扔进锅里 外面就传来了警车的声音 接着就是警察破门而入了 警察看到锅里面的壁虎 没有多说 直接给张大娘戴上了手铐 这边张大娘还有些萌 这警察怎么就进来了呢 为啥抓自己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带到了警车上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没有超过两分钟 到了警局之后 张大娘不停地回想 自己到底犯事了吗 就差把小时候 偷了别人一根笔想出来了 但是她绞尽脑汁都没有想明白 自己到了犯了什么事 值得警察如此兴师动众 此刻的她依旧没有想到是壁虎的问题 可接下来警察的话 让张大娘傻眼了 警察表示 有人举报说 你在主壁虎 这才把你带来的 这下张大娘更傻了 难道这主壁虎也犯法吗 为什么抓自己啊 警察表示 壁虎虽然不是保护动物 但也是三有动物 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如果你只是抓了一两只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连着好几天 抓了几十只壁虎 这就有问题了 大娘被抓进了警局 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庭审结果让大娘难以接受 警察和张大娘解释了 为什么把她带到警局 但是张大娘依旧有些萌 看着张大娘这个样子 警察也明白 她并不知道三有动物是什么意思 于是耐心地解释道 所谓三有动物 指的是对国家有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动物 我国曾经颁布过 三有动物的名单 上面有1924种动物 而壁虎就在其中 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在名单中的动物 如果抓个十几只刀也没事 但是一旦超过20只 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听到这里 张大娘赶紧解释说 自己就抓了5只 但是警察却说 这要由法庭来判决 很快有关张大娘抓捕 壁虎的庭审开始了 经过法官对证据的检查 以及讨论后 最终决定判处张大娘 5年有期徒刑 并处3万元罚金 听到这个判决 张大娘那是两眼一黑 随即当庭下跪 直呼你不如要了我的命 就因为这几只壁虎 张大娘就要被判5年 想到这里 张大娘无比的后悔 当初子女叫自己去治病 自己图省钱抓壁虎治病 可如今剩下的那点钱 都不够交罚款的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对结果表示不满 都认为判得太重了 但是法律无情 任何触犯法律之人 都将接受制裁 没有人可以例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